东北季后风夹带强大降雨量席卷东海岸 造成东海岸多个地区发生水灾 一些灾区原本水位已经逐渐消退 没想到这几天又遭遇暴雨来袭 再次让多个地区沦为水乡泽国 其中登加楼地区的灾命人数 就从昨晚的512人急速上升到1432人 目前共有1098人 暂时居住在巫术县的52所临时救灾中心 市兆县的10所临时救灾中心就收容了334人 而在吉兰丹 灾命人数也从昨晚的527人 到了今早暴增至3232人 其中就以哥达巴鲁的灾命人数最多 达到1345人 分别安顿在当地的10所临时救灾中心 而巴西马县和巴西福地县的14所临时救灾中心 则分别收容了688人和632人 至于巴卓 马张 丹纳美拉以及道北县 灾命人数达到567人 另外 彭亨关丹同样遭受暴雨来袭 造成多个地区发生闪电水灾 大量雨水导致一些地区土地松软而发生地线 今早8点30分 在五级贝利山一带的住宅区 就有一辆国产零路轿车 因为停车地段突然下线 整辆车子跟着线下三米深的坑洞 不幸中的大幸事 没有人在这起事件中伤亡 不幸好 谢谢观看